Leica 有一部小型機 由2003年開始推出另一個版本 到現在2024年 又多了一個版本 一共是8個版本 大家知不知道這部是甚麼機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說說 就是一部Leica的入門級小型機 可以 zoom 機就在裡面了 現在跟大家看看這部是甚麼機 就是Leica 2024年7月最新推出的DELUX 8 我發現看我們影片的朋友 很多都未訂閱的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選擇所有通知 日後一有新片上 就會通知到你了 之前的眾多版本 我就在這裡不多說了 主要今次的著眼點 就是這個DELUX 8 這部機是4分3吋的CMOD Sensor 是有具備zoom的功能 焦段是10.9至34 大家可能會覺得 那是怎樣呢? 又不是Full Frame 即是等同Full Frame的24-75 這個焦段是非常常用的焦段 現在DELUX 8的設計語言 其實和大機基本上很接近 首先我們看看皮身 皮身跟這個Leica Q3是一樣的 Logo 當然不用說是一樣的 看看背部就更加明顯了 看看DELUX 8 DELUX 8 上面有一個 Play 鍵 然後上下左右一個 OK 然後一個 Menu 連頂部也一樣的 有兩個功能鍵 以及有一個眼底的調校 Q3 也是一樣的 Play 和 Menu 上下左右的箭嘴 兩個 Function Key 一個眼底 眼底的按鈕有點不同 是的 在這個頂部也非常相似 DELUX 8 則有一個 Speed Dial 另外一個快門鍵 不過這兩個功能有少少不同 Logo Q3 則是開關鍵 因為這部 DELUX 8 則有 Zoom 功能 所以這部是變成 Zoom 功能 還有一個功能鍵和一個撥鈴 在體積體方面 選用 SD 卡 推介是 UHS 2 UHS 2 其實很容易分別 例如這個是 1 來的 1 則有一行的接觸點 而 2 則有兩行的接觸點 曾經我試過用 1 的時候 可能裡面有其他相機拍過的資料 放進去 DELUX 8 的時候 就發現有手機的問題 所以我建議大家 用的話都是用 UHS 2 相信會比較穩妥 本身機身沒有連充電器或充電器 要直接用 Type C 在機身上充電 本身這部機已經包括了一個閃燈 非常低色 可能大家都想像不到 原來這部機在高速閃燈同步的時候 可以做到四千分之一秒 做不到高速同步會有什麼現象呢 就會一半光一半暗 一般機械快門的相機 最多到二百五十分之一秒而已 其實這部入門級的相機 可以做到這麼高速同步都挺特別的 在正常的模式之下 如果是拍攝最近對焦 大約是去到 0.2 米的 去到 Marco 模式的時候 竟然會近到 3 cm 而已 這部相機的像素不算高的 大約是 1,700 萬像的 最高可以連續拍攝 29分鐘 EVF 有 236 萬像的 刷新率就是每秒 60 張 一般的情況之下使用是非常流暢的 有機械反門和電子反門 本身相機有很多機械的部分 去做一個直接的調校 例如一個光圈 以及相片的比例 分別是 3 比 2 16 比 9 1 比 1 以及 4 比 3 因應不同的社交平台 去直接輸出一個適合的格式 在對焦方面 可以選擇手動對焦 還可以配合自動對焦 近攝自動對焦 以及手動對焦的模式 這部相機就適合絕大部份的場景 譬如我們去旅行 一般日常的使用 合照、人像、風景、建築物 都有不錯的表現 24mm在影風景、建築物方面 就非常適合用 譬如我之前試過去尖沙咀 中樓那邊 離開大約距離 是 25 至 30 米 然後拿一個直到 就可以直接把一個中樓拍下來 在尖沙咀碼頭 跳望對岸 這部相機也是非常適合的焦段 可以覆蓋到大部份的位置 但又不會令到物件太細小 在 75mm 即是最長的焦段距離 雖然光圈最大只能達到2.8 因為 75mm 焦段較長 背景的虛化會令到主題更加突出 變形控制亦很好 在 24mm 焦段時拍攝一個近的物件 又可以交代到本體 背景的描述都是足夠的 在 24mm 的時候 對焦會比較近一些 但去到 75mm 相對來說 會遠了一些 但又放大了 出來的影像主題的 size 大致上都是差不多的 視乎你想表達主題多一些 要是想設立多一些的環境交代 在背景顏色和主題顏色相近時 都可以分辨到主題和背景 在低光的環境、暗位的位置 表現依然不錯 在細節方面都是清楚地交代到 至於黑白相片方面 跟現代鏡比較 大致上都是同樣的表現 即是它會著重在彩色相片方面的演繹 在黑白相片方面的表現 相對來說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層次和灰階都沒有那麼豐富 但相對來說 在彩色相片的表現是非常飽滿的 在攝影人像方面 我覺得它的 24mm 相對來說挺好用的 例如說香港一些大城市 都是同樣的情況 人比較多 有時拍一些場景實在太多人了 很多路人夾月丙丁在這裡穿插 變了用場焦段的時候 有時離開人物太遠 很容易就被人干擾到 但如果去到 24mm 一個這麼寬闊的感覺的時候 不但可以拍到背景和人物之間 亦都是比較近的 那就減少了給路人的干擾了 在膚色方面也是自然的 白淚透紅的 在相片的寬容度方面 表現就不算很高的 可以做一個小小的調整是沒問題的 效果也是自然的 在立體感的演繹方面 尤其背景和主題的顏色是非常接近的 這個時候就考驗到相機和鏡頭的功力了 這部DELUX8都可以演繹到豐富的色階變化 所以在立體感的表現方面都算不錯的 Leica最強就是低光方面的氛圍 在光線不足的時候 相片依然不會失色 在長曝光的情況表現都是滿意的 在ISO方面的表現 它是有100-6400的範圍 一般日間戶外的情況 它會自動幫你選擇了200ISO 但我覺得在200ISO的時候 Noise 都是偏高的 當你放大到若干程度的時候 是會察覺得到的 它最高ISO是6400 如果是不放大的話 是勉強可以接受的 這部機的動態範圍算是一般般 始終與Full Frame 的大機比較 是有一定的距離 這個其實都是正常的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Leica Photo Leica Photo 的Apps 可以把相機和電話連通 首先我現在加上相機 這個相機我們選擇 Deluxe 系列 這是Deluxe 8 了 OK 按繼續 然後呢 相機這邊 先開啟 這裡就選擇Leica Photo 進去Pairing 現在正在對應 鍵盞在地上 它可以找到 充電器可以轉換 好 成功駁離 好 成功駁離 同時最有效 GPS 拍照時會記錄當時的位置 現在可以看照片亦可以在拍照的控制 因為我關了蓋子,所以沒有畫面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東西 我想用的機會也少 有時候可以搖擺放在這裡拍照 例如合照時可以處理這件事 另外只要搖擺放後,相機上有的照片 就可以拿出來 即時可以看 以及可以下載 在這裡選擇 例如我現在選擇了三張 然後下載 我現在選擇DNG,最大的尺寸 好了,現在拿到了 可以看回DNG的相片 可以在Lightroom眉調 或者在相簿處理都可以 最後做一個總結 這部機屬於一個新手入門級別的相機 顏色漂亮 立體感強烈 在ISO方面的表現 是有改善的空間 可調校的動態範圍 不算高 在Lightroom、Photoshop 作一個小小的調校 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是極端的光差 就未必處理得到 而它最大的優點就是 輕、細、方便日常 還有一樣就是價格方面 以Leica這個品牌來說 這個價格相對來說 是非常親民的 我相信這部機 是會非常受歡迎的 只是擔心 Leica廠方產能過低 供不應求 那你對這部機 又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你在留言板留言 如果你欣賞影片 希望你給個like 以及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